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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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事儿 警察以为他们在捉弄他 警告他们再得瑟就把他们关进牢房 也许是说得太亢奋 警察不小心把钥匙掉落到沙滩上 当他碰到沙子的一瞬间 就被怪物吸住了 随后警察也被沙子吃掉了 众人待一次陷入了绝望之中 紧接着黑衣男受到警察的启发 试图用毛巾绑住伤脚走出沙滩 可见毛巾时不慎摔倒在沙滩上 于是成功进了怪物的肚子 金发妹纵身一跃 闪了车 直接甩了黑妹一巴掌 说他 你就知道够有男友还害死了他 黑妹连忙说 别扯了 现在还是逃命要紧 于是他们拿起架子铺在沙滩上 去看看短发男的情况 但是大兄妹在走的时候失去平衡 跌落在沙滩上 也被怪物吃了 这时 黑妹尝试用毛巾包脚的办法 结果真的跑到了警察车上 这边因为喝醉 被塞在垃圾桶里的大胖 因为肚子擦破 怪物旋着血腥味 钻进了桶里袭击了他 于是大胖也死了 夜晚 黑妹从警车上找到了气垫艇 准备把金发妹和短发哥拉到警车上 就在上车之际 怪物偷袭 金发妹找到车上的备用汽油 倒在了沙子上点燃 最后怪物被烧死 三人得救 虽说剧情有很多不合理的bug 但作为小成本电影 就情节而言 绝对不输大制作 尤其那种只能感觉得到 却看不到怪物的紧张气氛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沙子怪物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